幼儿园里孩子们开心上课吃点心 不过可以看出班上人数并不多 因为现在许多双新家庭 不想生小孩出生率创新低 少子女化现象也反映在大学生入学人数上 根据教育部统计 101学年大一新生大约是27.8万人 之后开始逐年下降 105学年少子女化现象最明显 大一新生剩下24.1万人 预计112学年起将剩下不到20万人 甚至如果台湾出生率持续低落 到了2035年 恐怕会超越韩国成为全球垫底 不要叫总统时代 那个坚贴 一个月领多少钱这个坚贴 领三千块 一个月领三千块 年纪是零到二岁 五到六岁 川英文总统起来了 我做议定 我先把每个年纪都没用 强调民进党做得比较好 副总统赖清德提出 马政府时期 大不如蔡英文上任后提出的 育儿津贴 还说行政院拍板 私大学费一年不入3.5万元 就是他提出的政策 不过备战2024上个月侯友宜也端出政策牛肉 我们的少子化还是越来越少 我总觉得我们国家要负起养育孩子们的责任 少子化运营政策在资念资 现在政府做不好侯友宜想办法提出0到6岁国家养两个面向 公托公立幼儿园一律免费 就读私立学校则是一个月补助1万块钱 2024大选倒数 育儿福利政策绝对是重中之重 环宇新闻综合报导